警方以涉嫌規責,以非便手段取得財產和洗黑錢等罪,拘捕815人,包括58項27女,年齡介乎18至76歲, 部門警報前提學生、家庭主婦、地盤工人等,他們主要是傀儡戶口持有人。 警方調查發現,犯罪責團以幾千元作報酬,借用或遭用部份被捕人的銀行戶口, 在他們民事承判處理犯罪登益,等同中,難舍大約250萬元犯罪登益, 除了引人被落網起訴之外,竟然人情保釋口罩。 年初前往土耳其救災的特區救援隊,獲算為首屆, 蒙青掌握要讓網登場隊,有隊員希望事件能夠鼓勵香港人,將外收全容世界, 而方向前往共產黨控制跑掉救援隊,對幕置引導救援事備有貢獻, 將來內施工嚴重。 當選擇人找兩個移民, 首架行政掌握表揚網的準則, 是今年二月,前往土耳其地震災區有了的19人, 将軍隊救援隊, 成員致認因此理會安局組件被宣長周明健, 在目睹監發言, 在當地遇到交通和文資等等發生問題, 幸好有在東地營運物流公司的雙屬有新港人協助 兩個小時內就安排到車輛到達營地附近 他形容特區救援隊都是一條新解決問題 希望這事件表露香港市民 為何聽說香港現在是否代表特區政府呢 其實我覺得是代表香港市民 因為過去幾年其實香港都面對了很多監禮 那這次難得我們可以做一個這麼有意義的任務 其實呢 希望可以真要給香港的市民 真是寫給香港的市民看 其實我們香港其實是可以將我的手幣傳遞給全世界 甚至是對於生命的戰鬥呢 是不快不介意的 答應今次特區救援隊副指揮官消防署的王氏律 今次能夠救出生惑者是十分難得 此件顯示香港救援隊對國際社會 入到救援事業上有貢獻 亦都相信行動能夠提供公務員 令市民反映正面上升 香港公務員呢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精神 亦都是被市民看到呢 我們的工作啦 政府的功能啦 包括我們公務員的面貌 一個很正面的印象 對於我們以後的 不論在本港的工作 或者是甚至本身在Touchwood 有機會讓我們 可能都是一個很好的示範作用 感動到其實香港是一個福利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國家的財務空間 其實我本身更加要珍惜我們現在 香港所擁有的一切 負責支援工作的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 王滬楚華 今次是香港救援隊 首次同國家救援隊合作救援 從國家隊身上學習到不少經驗 有助他日後在入境處學院 將寶貴經驗傳承 我們在中央地上 或者他們的支援 都可以說是世界對的頂級 其實我們今次的地區的禁拒 都是第一次去到海外 即是一個公司的行動 我們真的可以學習到 無論是在裝備上 或是要派上 正正是可以幫助我們去策劃下一次 希望不會有 但如果有的話 請問我們畢業 有一個公司的地道 外省廚工級醫生 在健身就說 救援隊要收居路頓 過分隊員在嚴漢 天氣下手救 亦都出現不適 醫路隊每天早上 都會為他們檢查身體 亦都要照顧隊員的心理健康 上路基間 你其實也有機會 接觸到日本出生的 車子 公司也有機會影響他們 心情 但其實那天的團隊 其實都是受過專業訓 但是他們是 追逐我們回港 其實他們的收入 實際上是完全無問題 是 我救援 這個戰狀行動 追逐我救援 我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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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說 今次救援工作 需要香港多個政府部門 亦以繼夜合作 支援了團隊精神 雖然電台記者 在陸水艇無道 一致横馬新聞專輯報道 雷停881 新一行 一圈 新一行 一圈 天氣報告 初時有狂風大咒雨和雷暴 風勢果大 海有大浪和湧浪 隨後一兩天仍然有咒雨 現在氣溫33度 相對濕度61% 怎樣令小朋友進展潛能 一齊聽聽香港賽馬會 喜悟同行計劃參加者 鄭巴巴的分享 進去小一個階段 真的有很多擔心 但現在六年之後 我們看回頭 我的小朋友 真的改變了很多 但是接觸了 已經嫁到我的朋友 以前是一個零空間 不懂怎樣表達他的天空 現在通過一些方法 可以更簡單表達得到 他想做的事 他想寫的事 家長我講到 他了解自己的小朋友 是很重要 我們就是他的橋 香港賽馬會 忠心志善 今個星期日 平時FITTO客貨車 月粉嶺舉行私家日 即場試駕FITTO 116 119 及EFITTO FITTO 116 全身限時優惠 售價由347000起 折扣高達16000 限量10步 FITTO 116 配備後排冷氣及雙電汗門 全線FITTO的換上 2公升歐盟綠茶油引擎 及9速自動包箱 提升操控表現 立即親密致電 250461815 約試駕 打擊毒價和藥價的新法例已經生效 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 和提供血液和尿液樣本化炎 司機吸食海樂營 K仔 冰 大麻 賀卡人 溫妖頭院後炸車 就算沒有呈現受這些指名毒品影響的徵狀 都是犯法 受這些毒品影響 以至不能夠編制駕車 判監禁三年 罰款25,000元 和終身停牌 大劇院的劇目即將開始 The Show of the Grand Theatre 會開始 soon 喂 哥仔 又在這開門口 入面讀什麼戲師 你進去看我就知道 你叫做唱歌 不用錢有戲看 我是好好看 出戲就不用錢 好不好看 就看你獲出什麼價值 你講什麼 你這個舞台 等你開場 你開場 歡迎來臨 樂陵王國 除了禁止攝影、錄音 請將會發光裝置關掉 但收音機就當然開著啦 主持 馮送波 何飛鳳 HELLO 波姐 你好 這個波姐一向都有的 只是帶點水 一定有 少許 一瓶那麼多 對啦 一瓶仔 因為剛好在街上 你又走到新水新河 有幾滴水沾一下口 都是好的 有時是因為天氣大 人多上來戴著口罩 突然之間 咳上來 有多少水滴口 不用那麼尷尬 因為我們是乾燥 當然是軟 咳就軟過 越乾就軟過 你戴著口罩 很多水滴口罩 但是一滴口罩 我就想咳 因為 原人的魚咳 不是馬上來戴著口罩 所以我馬上來戴著口罩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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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個天氣都比較熱 剛剛都已經進入了農林志氣的小暑 所以是暑氣令人暗示 剛剛出暗太陽 再加上氣氛結一夜 其實我說說老有幾 一般人都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都是要注意補水 但是經常都在夏天那裡提這麼多位 記得喝水記得喝水 有時候喝得太多水 又未必是好事來的 又不好嗎? 對於某一些朋友來講 可以是另一回事的 但是一般都聽了很多年 就說成年人每天就要喝兩公升的水 就是八杯 八杯 所以我當時都問過你 八杯的杯子又不是大盡嗎? 其實原來那個數字應該是兩公升的水 除了八個杯子 兩公升即是二千毫升的水 除了八杯 即是說每杯是二百五十毫升 即是說是一個紙包飲品 對 那我都問紙包飲品的單子 我只是寫包含雞 約莫一杯 二杯那些都是二百五十毫升 左右的每杯是四百毫升 那你約莫是一半 一半 但是原來這個說法 給哥哥猜一下 是多少年前開始建議 作為在世上會做七十幾年人的 又一直以來 你都是聽著說八杯水八杯水 你猜一下大概多少年前 應該是一五年左右 就開始叫我喝八杯水一天 2015年 是的 2015年 那其實成年人每日要喝兩公升 即是八杯水這個說法呢 已經是一九四五年 我剛剛出生 哈哈 由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的食品 及營養委員會建議 即是說其實在1945年開始 美國就已經有一件專家 這樣研究 我們每天有八杯水 就可以維持到 即是在我們的身體可以發揮 就是一個最好的種 包括就是維持一個正常的體溫 調節細胞的新陳代謝 以及可以幫助身體去運送營養 兼且清除身體裡面的一些肺炎 而且呢 其實那一杯水呢 不是那麼喝的 即是不是說你一次過 喝了幾鍋 然後就很久不進水 就喝了奶 是的 夠鐘這位奶 夠鐘是入泡水 是的 其實另外也同時有一個 其實另外也同時有一個